上期视频中翟寇被戒王神剑封印 但是这个封印只能维持一个月的时间 为了能在一个月后打败翟寇 老戒王神打算将悟空召唤回来 前提需要集齐七位超级赛亚人 将力量分别灌入七颗龙珠之中 但是如今的地球上只有六位赛亚人 于是孙悟天和特南克斯来到那美克星 通过神龙复活了被翟寇杀死的人 随后特南克斯询问大长老 能否复活一个已经死了很久的人 现在的波伦家已经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特南克斯一听很是高兴 于是许愿复活死了很久的布罗利 这个愿望对于波伦家来说很容易 如今三个愿望已经全部达成了 波伦家也化作七颗龙珠飞往各地 但是孙悟天却没有看到布罗利的身影 这时大长老开口说道 布罗利既然是死在地球上 复活后自然也是复活在地球上 孙悟天和特南克斯一听无比的震惊 如果不快点回去翟寇还没有出来 地球就先被布罗利毁灭了 就在这十届王神突然来到那美克星 随后通过瞬间移动将两人带回地球 与此同时在地球上 我们看到死去的布罗利确实被复活了 刚复活过来的布罗利有些茫然 这时贝基塔出现在布罗利的身后 看到贝基塔布罗利很是震惊 询问贝基塔这里难道是活人的世界 突然布罗利的脑海中回忆起过往 自己连续被孙家人打败了三次 贝基塔也看出布罗利的记忆正在回归 突然找回记忆的布罗利直接变成超赛 朝着贝基塔快速重来 这时悟天克斯突然出现在两人的面前 悟天克斯急忙让布罗利先停手 看着突然出现的身影布罗利有些恼火 贝基塔看出布罗利之所以复活 肯定和悟天克斯脱不了干系 然而就在悟天克斯一脸尴尬的时候 布罗利已经来到悟天克斯的面前 但是却没能抓住悟天克斯 面对布罗利悟天克斯不敢大意 直接变成超三形态 布罗利虽然可以越级战斗 但毕竟是合体状态的超三 所以奈何不了悟天克斯 只见悟天克斯施展一招甜甜圈攻击 布罗利瞬间变成一个大粽子无法挣脱 很快布罗利就被带回布马家关了起来 这时布罗利拿了一些食物给布罗利 没想到布罗利趁机抓住布罗的脚踝 看着已经被自己抓住的布罗 布罗利坦言要杀死布罗 但是布罗利怎么说也是贝基塔的女儿 面对这样情况并没有慌张 随后抓住机会启动预防开关 强烈的电流直接给布罗利来了一次电流 即便是布罗利也扛不住昏了过去 这时昏迷的布罗利再次想起过往 想到自己被悟空打败的一名 昏迷的布罗利直接醒来 并且再次变成超级赛亚人 直接挣脱了捆住自己的机器 这时布罗利听到动静走了进来 布罗利二话不说朝着布罗冲来 眼看布罗利即将杀死布罗时 布罗利的拳头被人挡下了 而出手之人不是别人正是贝基塔 贝基塔让布罗利认清事实 现在不要说杀死自己 就连特南克斯布罗利现在都杀不死 布罗利并没有反驳贝基塔的话 随后挣脱了贝基塔的手臂 紧接着将手掌对准贝基塔 最终攻击的对象却是侧面的墙壁 布马健壮吐槽布罗利 要离开可以走大门为啥要打烂房子 而布罗利临走之前放出狠话 自己一定会杀死贝基塔 说完布罗利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时特南克斯听到动静跑了过来 询问贝基塔布罗利该不会逃走了吧 布马告知特南克斯不是逃走而是被放走的 特南克斯一听大为震惊 自己还需要布罗利的帮忙复活悟空呢 但是高傲的贝基塔不会依赖悟空 坦言翟寇将会由自己来打败 但是就连亲儿子都不相信贝基塔的话 贝基塔让特南克斯不要废话 赶紧和自己去重立式修炼 很快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借王神剑已经无法封印敌寇 刚破除封印出来的翟寇很是愤怒 贝基塔等人被翟寇散发出来的气息震慑 克林还没开打就已经退缩了 感受着翟寇散发出来的气息 自己还能站着就已经很不错了 突然贝基塔来到翟寇的面前 挑衅翟寇在神剑里的日子是不是很舒服 翟寇很是疑惑 贝基塔哪里来的自信还敢和自己战斗 难道是因为身为皇室赛亚人的自尊心 狄寇瞬间觉得贝基塔很可悲 被惹怒的贝基塔直接变成超赛 随后一个闪现来到翟寇的面前 只见贝基塔一声怒吼双手对准翟寇 翟寇瞬间被气势震推半步 这时贝基塔飞到空中 开始施展自己拿手的王子战法 此时的贝基塔已经杀红眼了 根本不顾还在地面上的克林等人 然而贝基塔的王子战法只是一个辅助 自己则是趁机来到翟寇的身后 翟寇反应及时转身挥出一拳被躲开 贝基塔则是一招上勾拳击中翟寇 随后贝基塔连续猛攻让翟寇无法招架 紧接着又是一拳将翟寇轰飞 此时的克林有些疑惑 贝基塔的气明明不是很强却压制了翟寇 并且贝基塔现在只是超一形态 为什么不变成更强的形态战斗 反观同样疑惑的人还有翟寇 翟寇不明白贝基塔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强大 这时贝基塔开心地说道 自己在修炼中找到杀死翟寇的方法 并且在力量和速度上贝基塔都超越了翟寇 翟寇听到这话觉得很可笑 认为贝基塔是在白日做梦 于是朝着贝基塔发起进攻 但是贝基塔却告知翟寇 超级赛亚人有三种特殊的种类 只见贝基塔瞬间变成超三形态 轻轻松松躲开了翟寇的攻击 紧接着贝基塔又变成超四形态 成功挡下翟寇的拳头 这时贝基塔又变成超一形态 从刚才的情况来看 贝基塔杀死翟寇的方法 就是利用每一种超赛形态的特性 超一形态力量和速度都很均衡 而超一的肌肉形态则是力量强大 贝基塔就是在闪躲和防御 以及攻击的时候转化相对有力的形态 这就是贝基塔觉得能杀死翟寇的办法 但是要想在每一种形态之间进行转化 需要比平时花费三倍的时间和努力才行 特南克斯都忍不住夸赞贝基塔是个天才 可就在这时翟寇突然哈哈大笑 因为翟寇大发慈悲 打算让贝基塔见识一下超越神的力量 贝基塔一听询问翟寇 之前的战斗难道在隐藏力量 可没想到翟寇并不是隐藏而是压制 只见翟寇呼唤西界王神 让西界王神允许自己变身 这次翟寇才反应过来自己居然感受不到母亲的气息 贝基塔告知翟寇西界王神已经死了 此时的翟寇无比的奋勉 放出狠话让贝基塔体验绝望的滋味 只见翟寇的气开始快速的飙升 随后一股耀眼的光芒让所有人大为震惊 看着光芒中不断散发出来的气息 克林向贝基塔提议趁着现在赶紧离开 高傲的贝基塔可不会当一个逃兵 话一刚落贝基塔就被翟寇攻击 瞬间从空中坠落到地面 反应过来的贝基塔只看到一道黑影 自己就被翟寇的一只手抓住了脑袋 毫无防备的贝基塔成为刀板上的鱼肉 直接被翟寇抓着脑袋朝着地面砸去 紧接着又被翟寇甩飞 三次攻击直接让贝基塔变回常态 特南克斯和克林急忙朝着贝基塔跑去 这时两人突然转头看向身后 只见一个深坑中缓缓出现一道身影 而这道身影正是变身完成后的翟寇 此时的翟寇说出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因为按照超级赛亚人的说法 就是超级赛亚人物 眼看翟寇即将要出手时 特南克斯急忙变成超三形态 就在翟寇出手的瞬间 布罗利突然出现将翟寇一脚踹飞 随后布罗利看向身后的贝基塔 瞬间来到贝基塔的面前 二话不说直接将贝基塔单手拎起 克林看到这一幕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布罗利为了兑现之前说过的话 说能杀死贝基塔就一定能办到 很快布罗利又将贝基塔扔到一边 就在这时欧布也赶到了战场 欧布让大家赶紧前去天神殿 这里就交给自己来殿后 随后特南克斯也让布罗利跟自己一起走 去天神殿迎接悟空王者归来 布罗利听到要复活悟空 很高兴地答应了 因为布罗利很想看看悟空现在有多巧 翟寇听了半天终于明白 贝基塔这些人竟然在商量如何逃跑 知道后的翟寇自然不会放走贝基塔 可就在这时另一道身影赶到了战场 没想到来人竟然是合体战士 是由天津范和雅木茶合体而成 至于名字则是叫做雅木金饭 克林看到这一幕都有些惊呆了 直接吐槽雅木茶和天金饭是两个蠢货 合体后的两人有些膨胀了 居然不把眼前的翟寇放在眼里 克林见状急忙劝说雅木金饭不要飘 下一秒雅木金饭就像撒旦和沙鲁一样 被翟寇随意地一巴掌拍飞了 与此同时在天神殿这边 贝基塔已经被天天治愈好了 如今七位塞亚人已经全部集齐了 随后天天拿出变成石头的龙珠 七个人每人分别负责一颗龙珠 紧接着七人又变成七位超级赛亚人 将力量全部灌入到七颗龙珠之中 只见龙珠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光芒 很快七颗龙珠全部恢复 原本是白天瞬间变成了黑夜 天天见状开始念出咒语召唤悟空 与此同时在龙神界 一星龙感应到自己被召唤 于是和悟空一同飞到空中 紧接着一星龙和悟空合二为一 神龙再次出现在天神殿上 和神龙一同出现的还有悟空 另一边欧布正在努力争取时间 克林看到天空突然变黑了 说明神龙已经成功被召唤 克林让欧布再坚持一回 悟空很快就能赶到 复活后的悟空能否打败翟寇呢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